Hello 各位家长同学们 学保老师要来教你们怎么使用OPPA咯 首先登入OPPA的网址 输入你拿到的账号密码 按登入 登入之后呢 看你自己的那个 ABC字母位置 顺序 你有没有熟练 如果呢 初学者对于键盘完全不熟练 老师会建议 学保老师建议你们进入这个执法练习 然后先练习执法 好 可以从QW 那比较厉害一点 比较小年龄 我们先从上排中排下排执法去做练习 那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呢 我们可以先练习A到Z按照顺序 那学保老师那时候在开始练打字的时候 我就是先从A到Z按照字母顺序 那他会有一个大略的手的形状去告诉你 你的手应该怎么摆 那要怎么样去打 然后你可以记住那些字母的位置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那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们不是说真的要靠打字来求生 所以呢我觉得大概大略的速度OK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单字星 单字星呢是我们最主要的要去练习的地方 那他有分这么多单元了 那我到底要从哪一个单元来进去呢 很简单我们就先从单字进击练习 那单字进击练习来我们看一下 你如果你是初学生 你应该是在 你会发现你的bar 这个蓝色的指标呢会是在第一级第一单元 好出发 出发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每一级的一个单元总共有二十个字 OK 你可以先看过一轮 哇这超简单 我不用练我就会了 我可能就Enter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太简单了 我都会 好那你就可以开始 OK Enter 你会发现他都有声音哦 你有没有发现 然后你最好呢 初学者呢 你就跟着他一起念 Fine Apple Apple 好那以词变推打完之后呢 如果过了 他就会有一个通过声音 没有过就会有一个 W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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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练习错题 好那练习错题呢 家长你可以在这边帮他增加次数 比如说 啊这个孩子很容易忘记 我希望他多练习几次 好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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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好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针对错题来做练习 好那如果通过了一个单元之后 那总共有多少个单元呢 每一等级总共会有12个单元 好比如薛宝老师这一个账号 他已经停在第九级的第十二个单元 十二个单元全部打完之后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要来进入到等级大考验 OK 等级大考验 他这边呢 其实他第九级等级考 考过了之后 我们来 他就会进入到复习 每三个等级会有一个复习 好 所以进入等级大考验 我们来看一下 第九等级的等级大考验 是叫什么样子 它是什么样程度的单子 好开始 particular particular ok ticular firm firm minor minor 好 一次类推也是样 你会发现 每一个等级考 总共有一百题哦 好 那一百题练习完之后 不管你有过 没有过 没有关系 wooden 这个我没有通过 那么 我就只好 再找时间 再来闯关 或者是我再闯一次 那一般来说 一个等级呢 前面三个等级的是很简单的 但后面呢 越来等级越高 单字就会越难 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就通过 有的时候可能要闯到两次 或三次 可能三次四次 那建议你在闯关之前呢 先把我们的单字书拿出来 好好的练习 好好的先看过 熟练 那老师会很好奇 通过之后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好举例来说 我们用准备等级 一 好单元一 这个单元 加上呢 你只要每一次通过 老师我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通过 很简单 你要注意这个声音 好比如说像这个单元 Hello OK OK 这是练习 不用我可以直接闯关咯 我可以直接闯关咯 Yes Yes You You It It Mouth Mouth What What OK 这个就是你要去听到声音 当你听到 当你听到 你的成绩合格 或者是你通过了 这个就代表 你已经通过这个单元 它就会呢 开放下一个单元 或下一个等级 去让你练习 好 那希望你们在家呢 都能好好利用 OPAO ABC 然后每一个月来参加 我们的单字大赛 希望每个人呢 都可以在 佛中 以前就把这2400单 全部练完哦 拜拜